大家好,我是每天分享养鱼知识的老孙 这是我的小伙伴大白 今天接着把这个花坛改造成鱼池 今天是第二天,准备正式的开始挖土了 然后在每天挖池子的时候会开直播 大家可以关注我 有时间感兴趣的可以在直播当中监督我们 你看我的小伙伴大白 今天第一天正式开始挖土就受伤了 没挖一会就磨了个泡,看到了吗 看脸上 脸上汗已经啪啪啪啪往下掉了 大家看看刚才挖土的时候挖出来一个蚯蚓 我们山东话这里叫曲犬 你们那叫什么呢 这个蚯蚓还是一根红蚯蚓 刚才挖出来几根特别长特别醋的那种叫 我们这叫臭蚯蚓 那个喂鱼不好 这个红蚯蚓可以喂旁边的井里 给他们加一个纯天然的蛋白餐 吃啊 你看 你看我这个查理 我的天 就是他吃饭最积极 长个长得还快 就是不如别的鱼好看 好像都让他吃了 你怎么 你怎么这么贪吃 过来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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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这么贪吃 这一会儿雨又下大了 先看一下现在的进度 已经挖出来这么多土了 休息一会儿等雨停了再继续干 今天的活干完了 你看挖出来了这么多的土 今天的进度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期啊 看来我们两个小伙还是挺能干的 现在这个花坛最深的地方 已经挖到了大概70公分 但是挖到70公分左右的时候呢 下面就已经是那种焦土了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是焦土 就是它那个密度比较大 比较难挖 我们打算是先 把70公分以上的这些 明天看看能不能全挖完 然后再看看70公分以下这个焦土 好挖的话接着挖 不好挖的话再想办法 要么就是不挖了 就这70公分 要么就是找工具 比如说找那个小的挖机 你看我这大门 小的挖机也能开进来 明天再看吧 那好今天老村也是挖了一天 我的小伙伴大白 也很给力 还受伤了 带伤作业很厉害 那今天就给大家录到这里吧 希望大家每天监督我们 我也会每天更新进度 我是老孙 每天分享各种养鱼知识和技巧 感谢大家的关注 咱们明天再见 咱们 咱们